天智希 对不起 即便你说得对 我也要赌一把 虽然大婚那天晚上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我能看出来 少爵你动摇了 其实 你一直想让洛阴凡 带你离开这里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我只是怕师父他一时冲动 这一切只是净化水月罢了 三天后午时 西春龙 从此世间 再无崇华先尊和紫后 唯有洛阴凡与崇子 崇子 恨所恨之人 也要珍惜爱你的人 殷阀 你又要做什么呀 既然大家都来了 有些事 我一并交代 近日我思索良久 深觉自己诸多失职 酿得仙门苦果 为了弥补过失 我愿意辞去仙门首座 与南华护教之位 专心修炼精心术 你 这说来说去 还都是为了这个虫子 殷凡 这仙门修行之人 若起了妄念 会酿成大祸的 妄念亦是修行 不该以世间标准 加以定义 只有如实接受妄念 顺其自然 才是修炼精心术的 不二之法 你 我要走 你不拦着我吗 我阻拦你 你就会留下吗 你明知道 我一切都会听你的 天智希 少君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你为了他抛弃了整个魔戒 研制他未来 会不会再背叛你 他不会 就算他不会 那其他人呢 那些自诩正义的 仙门中人 他们会眼睁睁地 看着崇华尊者 为了魔族而堕落吗 他们只会 用最狠毒的办法 来拆散你们 就算你顶住了 那洛英凡呢 到最后 你只会 为了维护他而牺牲你自己 我说的对不对 明知这段感情 不得山中 却为何还要撞个头破血流 若你不离开 我还能保护你 天之贤 天之贤 对不起 即便你说得对 我也要赌一把 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你的绍军 你自由了 也请你 忘了我 我不会忘了你 无论何时何地 你永远都是我的少君 可我已经决定 把这里的一切都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by